小飛機從天空中墜落 縱栓在地面 機身失去平衡 機頭整個倒栽在跑道上 前方鼻輪整個斷裂 三個螺旋槳的葉片全毀 一旁機場跑道上 還出現長長的煞車痕跡 可見當時縱栓的力道有多大 每一個人的狀況 還是會比較不同 雖然就是說 經發通過的階段性的考 可以到瘦了 可是可能是因為某些因素 導致就是說 對 它操作上的 就在上午8點半 一名安捷飛航訓練中心的 張信學員正在進行 起飛訓練課程 必須在落地的時候 再重新起飛 但是學員原本從空中 準備降落的時候 都非常的平穩 直到飛機一落地 疑似操作不慎 鼻輪整個就失去平衡 跳了兩次 機頭就直接重摔在地面上 整整滑行了100多公尺 造成鼻輪還有螺旋槳全毀 所見所有飛機受損 人員並沒有大礙 不過封田機場 因此緊急封閉跑道 總共影響了三個航班 107人延誤了 大約一個多小時 以為是我們的飛機故障了 聽說好像是訓練機 機場緊急封閉 遊客無奈只能在機場看等 而發生意外的這架教練機 也在第一時間被引走 而這架飛航教練機 是奧地利DA40 機身短小 機長不到10公尺 重量也只有1200多公斤 機型比較新 原本就比較容易失去平衡 跟苗局都有在研議就是說 如何加強後續有關 學員單飛階段的相關的考核 跟能力的一個評鑑 千萬人平安 飛機損壞也不需要賠償 而學員花了250萬取得飛行執照 卻在單飛訓練時出狀況 卻連帶影響到機場其他旅客 記者賴小城 宋香林 台東報導